不辣的串菜真的是没有一个好做的 用纱布熬出豆腐记住水分 再用西筛过一次 所用的是龙鳞鱼 其他刺小的鱼也可以 具体的笔地放在屏幕上咯 混合均匀 搅打扇径 用纱布盖住发酵15分钟 注意看像我这样挂成合适的形状 一定要用猪油来炸才香 一共要炸三遍 第一遍小火定型 第二遍要光火等三分钟被下锅 时不时的再翻动一下 第三遍有温身钢 炸至金黄上色 捞出豆腐放进碱水里泡十分钟 然后捞出来用开水泡去碱味 如此美味怎么能少得了美酒相伴呢 今天美酒搭配 轮获五届中国名酒称号的 如舟老家特区 这次的礼盒升级了 当手可握 一体化的设计打开不可还原 力变正位 历经24世代人的坚守传承 五大忠师的守正初心 仅700年的厚重机运 使得如舟老家特区 纯香浓郁 清烈干爽 饮后油香 豆腐泡得差不多了 老猪提前熬好的高汤 倒进锅里再煮上五分钟 最后撒上一点葱花和枸杞装饰一下 短短的豆腐里满满都是高汤 浓郁的豆香还带着猪油的香气 和鱼肉的鲜香 陪上回味悠长的如舟老家特区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